对于家长关切的BNT辉瑞儿童疫苗施打进度 金融市长刘昌宣布 金融市5月24号及5月27号 共分配到9000剂 5月30号起将先从五轮国小开打 12岁到18岁的国高中 追加剂第三剂BNT疫苗 则是在5月25号到货 共4410剂 也规划从5月30号起 由安乐高中率先开打 那我们金融市这一剂次 分配到550瓶至5500人剂 那会在这个5月底 大概是5月27号的时候 会有第二批 那第二批的部分 大概是3500剂左右 那我们现在已经规划 在5月30号 在学校里面开始为我们的小朋友 来进行集中的一个施打 那首先的一个学校 是五人国小以及安乐高中 那因为这一次我们要进行的 BNT的儿童疫苗施打 是包括5到11岁的儿童的第一剂 那以及包括12到18岁的学生的追加剂 也就是第三剂的这个疫苗的一个施打 那这一部分全部都会在校园里面 来集中进行 这最主要也是为了这个孩童们 施打疫苗的一个安全 避免去这个有这个误打 或者是重复施打的这种状况 至于学龄前儿童部分 金融市政府业经规划有10家专责诊所 从5月30号起接受预约接种 学龄前的小朋友呢 我们也是规划在5月30号来进行开打 那目前有10家的金融的这些诊所 能够开放这个预约的这个时段 然后来帮我们的学龄前的小朋友 来进行疫苗的施打 根据金融市政府方面的统计 5月4号起在各国小开打的莫德纳疫苗 到目前为止全市国小学童 约三成完成接种 期盼辉瑞儿童疫苗加入 能提升家长同意幼童施打疫苗的比例 有效强化儿童保护力 降低儿童染疫后出现中重症的发生几率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